解放军武装直升机演练如何降落在海军登陆舰上 共军频频操练两栖登陆舰指台湾 而我国除了积极防卫 传出蔡政府也已经定好战时的官员撤退计划 连岸寝室越来越紧张 传出国安单位已经向政府跟军方高层发放一张机密小卡 战争爆发时有这张卡的人就可以优先获得保护 据传这张卡跟健保卡很类似 有个人照片跟姓名还有晶片可攻识别 而有资格的官员除了军方及国安药角 还有总统的心腹以及心腹的亲近人士 这些人在战时都会被优先疏散到机密场所 防范共军的斩首行动 那现在有发这个小卡片 表示说他们在这一方面可能进出的评斥 数次数会比较高 然后因为要争取时间 那不要再做其他身份识别了 因为有这个卡片 这卡片里面有很多的相关的这种设定的日期 还有权限 还有他能够到的单位 还有什么时候截止 他都有这一方面 所以比较好管制 前空军将领认为 现在两岸情势紧张 政府似乎已经做好最坏打算 但如此重要的机密却曝光 前国安局官员很忧心 第一点这个卡以前从来没有发出过 第二点像类似这一种情况的卡 为什么会让外头知道 这个消息出去让大家的影响 对整个社会国人心理的影响是非常严重的 那就表示两个状况 第一个状况就是说 台湾已经非常危险了 对于发放机密小卡 国安局没有回应 但此时政府内部传出反斩首计划 也凸显台海局势 可能比想象中还要更加兵凶站围 华语新闻宋俊一李顶强 台北采访报道